谈到经济 全球都在关注川普上台之后 他会怎么做 尤其他的经贸政策 又会如何影响到全球的房市呢 业家房市研究单位瑞普来方就强调 川普出身建商 其他政策或许有不确定性 但肯定是不会打房的 而根据报道 一些美国的投资人 虽然对川普上任之后的影响 还无法确定 但总体来说 还是认为房地产是良好的资产列别 不至于太不稳定 但是要注意的是川普的口号 是要让美国再度伟大 要振兴美国的经济 那么选战当中 他一直高喊的贸易保护主义 一旦落实的话 就有可能会让全球的资金回到美国 这么一来海外投资房地产的标的国家 是不是能够经得起考验 有没有随之而来的汇率 还有利率的波动 都是投资者要谨慎小心的 除此之外 专家也整理出 您现在所看到的这一些注意事项 包括了应该要如何掌握实价 了解当地的税务 还有证金走向等等 才能够避免交易纠纷 您对投资海外不动产有兴趣吗 记得一定要做足中长期的考量 三思而行 泰国观光圣地不仅吸引游客 面对台湾低迷房市 光去年台湾人投资曼谷房地产就有数十亿元 不过投资海外还得多重评估 要找专业的律师来帮你看这个合约 当你要进场的时候 你是要那个安全安全安全 他租赁权的优点就是说 你会加上他的经营权的保酬 是放在你身上的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你的退场机制 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他是肯定买回 所以这个是租赁权 现在推出的酒店会所 是这样子 看准未来泰国发展潜力 房地产集团攜手当地顾问公司 打造酒店会所投资标的 位置选在国际商展会场 曼谷市政计划 跟铁路局合并计划中心点 我们的愿景 就是能够安心投资 然后创业共好 就是你可以要很多的伙伴 一起来投资 然后再来那又可以休闲旅游 从我们这个会所 到我们的捷运站 走路只要15分钟 那到我们未来的曼谷港的计划 或者是铁路级的一个 合并计划 都是只有一公里而已 我们是在很市中心的地点 我们又面对了曼谷之沸 酒店会所离知名景点曼谷之沸 车程加船程 只要15分钟就可抵达 用手机开门还能联动电视 更结合工作会议厅 将住宿空间提升为多功能商务酒店 吸引目光 会在魅南河旁的酒店会所 结合魅能智能绿能 将一般住宿空间提升为多功能商务酒店 预计2019年完工 我决定要投资 因为我认为安全 它会给我比市场更多 比市场更多 还得做足功课 才能将风险降到最低 好 我们再来谈到的就是 汇率风险的问题 前几年很多人流行到日本去买房子 想要当日本房东 不过后来因为这笔贬值的关系 结果使得这些房东们 也受到了汇兑上面的损失 好 我们就来请教一下执行长 这汇率真的没有人看得准 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判读会比较好 是不是可以教大家一两招 OK 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很主观的 因为未来 大家都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比如说这一次川普当选 也是跌破大家的眼镜 包括汇率也是一样 故事也是一样 以我对泰国的观察 因为我认为我们现在就是 把大笔的钱然后投资在泰国 我想说泰铢未来它的生质跟贬值 真的会对我们的财富 会有一些影响 以我个人的观点来讲 因为我认为现在泰国 它就是一个目前来讲 整个政府包括曼谷市政府跟泰国的政府 他们在做很大的公共建设 就是说做基础建设 几乎泰国的政府每一年 会花大概两兆来做公共建设 这个公共建设对一个国家来讲很重要 当然它的公共建设有很多的大量的物资 都是要进口 所以我们会认为是说 它进口的话它就会 从国外进口来讲 如果汇率贬值的话 就会造成输入性的同伙膨胀 变成说你进来的东西就变贵了 如果升值的话就会变便宜 所以也会有平易物价的功能 所以以我的经验 我认为泰国的汇率应该现在是最便宜了 我认为它应该是会升值 所以指引长都会去就各种状况来做一个判读 其实还是很重要一点 就是还是要到当地去走一走 去做一些深入的观察 这样比较不会有误差 刚刚谈到的重大的工程 我们在台北市 特别是台北市高雄市来讲 很多人说买房子跟着捷运走就对了 请问一下海外房地产的投资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法则 对 目前来讲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怎么讲 不败的法则 所以我们在泰国 我们也是按照这样这个理念 然后就是跟着捷运买 你捷运盖到哪里 房价就会涨到哪里 因为我觉得买房子最重要 就是要带来生活的便利性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当然泰国的很多有名的开发商 他们也很聪明 他们知道捷运的路线在哪里 所以他们是事先买好地的 所以说捷运站确实 包括我们买了投资的商品之后 将来我们也是要转卖 或者是要出租 如果以这个观点来讲 因为你买房子就是要获利 获利就是要能够卖得掉 也能够租得出去 所以我认为你在捷运站附近 你捷运站近的房子 它一定是好租 好卖 所以我觉得这个原则 也是适用在曼谷 不过接下来我们要再请教一下 指引长 我们刚刚提到的是 选择地点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产品 现在也越来越多样性了 像我们最常的是说 买一个房子我就租给人家 不管是办公室也好 不管是住宅也好 但是其实现在在国外 也有一些所谓的酒店式公寓 这两者之间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 还有就是 其实我们从新闻 常常也会读到一些相关的报道 也有一些争议 比如说有些人号称是 所谓的酒店式公寓 但是后来一查之后 根本不符合国际上的一个标准 是所谓的山寨板 山寨板 这个部分要怎么办 怎么样能够不要误采地雷 是 刚刚凯文讲的很重要 就是说因为以往 我们在国内投资房地产 我们就是买了房子 然后来收租 对不对 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的事情都是你要清理 比如说马桶坏掉 对不对 冷气坏掉 热水气坏 你都是要去处理这些事 所以有的时候觉得投资不开心 对不对 你碰到好的房东 好的房客还好 如果你碰到不好的 你真的就是累死了 当然就是说 因为国内可能就是因为投报率低 所以有很多的东西 专业他就不愿意参与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们台湾人会比较不愿意付费 其实我们委托别人管理 其实要付费的 就这样 我们觉得发展就是台湾的 可能是租金比较低 所以不管是管理者或投资者 如果再增加成本 都是不开心的事 所以我们到了泰国去 我们发觉泰国因为房价低 然后租金高 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 在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做很好的发展 做很好的发展 当然到国外投资 也是会发生这些问题 比如说你要去管理 你要收租 要管理 要换房客 要签约 也是有很多的事情 你要维修 这些都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我们公司是海外的 就是我们 捐负着投资人的期盼跟愿望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 我们是不是来设计 或者是找业者来合作 我们开发是好的产品 能够一次性的解决 把投资人的困扰 把投资人问题一次性的解决 所以我们就想到了 这种酒店式的公寓 就是酒店式的会所 所以我们现在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泰国 也有推出一个酒店会所 这个会所就是说你投资 你投资了以后 就由我们请专业来做管理 比如说我们可能跟 国际连锁品牌的酒店 来做连锁 然后让他用专业旅馆经营的方式 来做管理 然后你的部分 我们就给你固定的回酬 比如说你投资 然后我们就固定 每年给你6% 或者是固定的回酬 这之间你可能要付一些 维修的成本 或者是你可能要缴税 或者是你可能 每几年就要重新整修 这些东西 我们都用专业团队来帮你服务 这样子的话 你就真的是做一个优雅的投资人 你只要投资 然后你每三个月收到 一个一笔回酬 其他的事情都交给专业 然后我们就是扮演这个专业的角色 那可是还是会有一些山寨版的出来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调 怎么辨别 这个当然就是说第一个 他是不是合法的业者 然后再也就是说 你要去看这个公司 他在当地有没有服务的团队 如果这个公司 他有很好的一个公司的经营的体制 然后也是在当地有社服务的团队 然后就是说他有一个很好的营运计划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可以判别的 一个重要的关键 是 一般的投资人会觉得说 他就给我看了一些文件 然后我看他不啥啥 那我要怎么判别 对 所以以我们公司的例子来讲 我们觉得马来海外不动产 我们都会要请客户 一定要去现场实地勘察 比如说我的经验就是说 如果你很忙 你就不想出去 那就表示你对我们信任 我也要请你表示说 你确实是因为你信任我们 你觉得不用过去看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都会邀请客户说 你要实际去考察 然后要实际去参与 当然不是说参与 就是你要实际去考察 然后你也真正去判别说 确实他的经营有上轨道 然后他们经营有一定程度的管理 还有一定程度的 公司有一定程度的布局 那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可靠的投资 好 听执行长讲到现在 我有一个心得就是 其实任何的钱 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了 就算是委托一个专业 而且很有信赖的一个团队 自己还是必须要 很努力的去查明 对不对 才能够做好万全的准备之后 做收租金 对 对 好 不过执行长 我们都知道 现在在台湾 大家都很哀怨 为什么 尤其是年轻人说 我要买我的第一栋房子 真的太难了 为什么 房价真的是蛮高的 我们来看一下助展杂志 统计今年第一季 这是目前为止 我们可以找到的 比较靠近现在的一个数字 今年第一季 房价跟月薪比 居然达到22.1 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在台北 如果你想要买一个新的房子的话 一瓶必须不吃不喝 22个月 对 还可以 是 一瓶 买一瓶 那一瓶怎么住 对不对 好 像这样的情况之下 到底怎么样 年轻人可以入手第一个房子 您有自己的情恒经验 也可以提醒大家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先办个关子 请你锁定 嗯 我 你说 没什么 给你 你的 你的 你 你好